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新践行时即将播出古长城上的科技卫视 群山总治沟壑万千 这里是山西北部的新广武地区 崇山峻岭之间 一条巨龙沿着山脊 蜿蜒盘徨 明朝家境年间 为了加强西北地区的防卫力量 当地官员在北齐长城旧址的基础上 修筑了新广武长城 历经五百年风吹雨打 先广武名长城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成为中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长城之上一座门字形造型的结构 屹立山巅 人们把它称为月亮门 它是广武长城十号地台 历经数百年风吹雨打的千石 在逐渐坍塌过程中形成的建筑残体 因为造型独特 月亮门广受游客喜爱 并成为新广武名长城的标志性建筑 但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月亮门却塌了 月亮门怎么会塌呢 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破坏 新广武名长城 会不会再次发生 更严重的损坏呢 一支特殊的团队来到了长城脚下 他们是专门为古建筑 做安全检测鉴定的工程师 此行的目的是调查清楚 月亮门倒塌的真相 并为新广武名长城进行一次体检 建筑安全鉴定工程师 可以用各种先进仪器 检测建筑质量 及早发现建筑病害 对建筑安全造成的隐患 为后续的建筑保护和维修提供依据 工程师们查看了月亮门倒塌现场 并详细询问了当地的长城保护员 很快他们得出了结论 月亮门是被风刮塌的 月亮门是新广武名长城10号地台 在大自然风化和掏石作用下 形成的建筑残体 结构本来就十分脆弱 那一晚 新广武地区突然刮起了罕见大风 月亮门所在的翠微山 风力更是达到八级 处于迎风面的月亮门 根本抵挡不住大风的威力 最终崩塌 刚好那个位置其实是在我们整个 长城段的最前端嘛 最最最前端的一个位置 刚好都要它那个风力最大的方向 所以就是它受那个风的影响还挺大的 虽然查清楚了月亮门倒塌的原因 但对建筑安全鉴定工程师们来说 检测工作才刚刚开始 他们非常清楚 古建筑发生损坏 绝不只是单一的自然原因造成的 在自然环境常年累月的侵蚀下 古建筑会形成空洞 裂缝 缩减等各种建筑病害 久而久之 就会让古建筑结构损坏 甚至发生倒塌 为了避免新广五名长城再次出现损坏 建筑安全鉴定工程师 必须对长城进行一次详细的检查 在自然的清洗下 长城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月亮门锁在的10号底台上 大片的橙砖脱落了下来 露出了夯土的结构 而临近的地台也出现了 砖墙垮塌的情况 这些砖墙是如何垮塌的呢 古人在修筑长城时 会采用一系列严密的技术方法 保证城墙的坚固 明代以后修筑长城城墙等大型建筑 通常会采取内用夯土作新 外包城砖的结构做法 工匠们先用土一层一层 垒气出墙体的基本结构 再在土墙之外 用城砖或者条石进行垒气 以增加墙体的结构强度 这就是中国古代使用最为普遍的 夯土包砖结构 为了增强长城和城墙的坚固 古代的工匠们 无论累气夯土墙还是气柱砖墙 都会采用由石灰等多种材料 配比而成的灰浆胶柱 起到粘合加固的作用 粘合材料多种多样 在南京名城墙的建筑材料中 科研人员甚至检测出了 糯米浆的成分 而在气柱方法上 古人也有着无尽的巧思 气柱砖墙 工匠们采用平错交替的气柱方法 保证砖墙的牢固 而在累住夯土时 工匠们会采用由植物和建筑材料 制成的模板 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见 这个分层 层里 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上航 就是两边 然后用木的 中间有这个拉接 这个拉接呢 一个是对土的起一个拉接作用 另外实际上是布对 外边相当于这个木的模板 然后打进去以后 在外边 在外边一层一层的往上航 逐渐地就像现在的这个翻模板似的 而在建造的过程中 工匠们也会采用一系列工艺和方法 让夯土墙和砖墙紧紧砌住在一起 不留一丝缝隙 为的就是避免砖墙因为自然和人为的原因 发生倒塌 古代工匠在修筑新广五名长城时 为了保证长城的坚固 砌柱的砖墙足足够三层之后 为何后世的砖墙竟然塌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临近的底台上 有一片尚未垮塌的砖墙 上面有各种孔洞和裂缝 砖墙一部分已经发生变形 向外突出 从外表的孔洞就能看到 砖墙和夯土墙之间 有着巨大的空洞 但是空洞的面积究竟有多大呢 建筑安全鉴定工程师 必须深入砖墙之后 才能清楚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 咱们讨论一下 但是隔着厚厚的砖墙 建筑安全鉴定工程师 如何才能深入长城内部 查看情况呢 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 越来越多的科技装备 被用于建筑检测之中 大大提高了检测的精准度 这是一种可以伸到墙体内部的仪器 叫做内窥镜 由一根软管和可视探头组成 内窥镜在医疗军警技术侦查等领域 广为使用 在建筑领域 当建筑出现空洞时 内窥镜可以帮助建筑安全鉴定工程师 更直观地看到建筑病害对墙体造成的损害 在内窥镜的帮助下 工程师们看清楚了砖墙背后的情况 夯土和包砖之间 有些地方也是就是脱开的 而不是说紧密在一起 所以就是两层皮的一个状态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砖墙和夯土墙出现空洞的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揭秘 长城砖墙倒塌之谜 砖墙和夯土墙之间出现空洞 有着多种原因 地震和风雨长期侵蚀 甚至人为破坏 都可能使夯土结构松动 导致夯土结构和砖墙之间 不再紧密 不但如此 在建筑医生对月亮门所在的 十号敌台和附近的长城段 进行检查时 发现城墙上存在许多裂缝孔洞 有的裂缝几乎将墙体拦腰斩断 裂缝是建筑领域最常见的病害 热胀冷缩 地基沉降 包括地震 都会导致建筑裂缝的产生 而裂缝会让一种古建筑的天敌 乘取而入 久而久之 会给古建筑带来严重的损害 这种天敌 就是雨水 中国古建筑主要以木材 砖石 夯土为基本建筑材料进行建造 雨水会对这些材料造成严重的侵蚀 由于降雨 一些屋子漏雨之后 就会引发里边的木构建 进行遭袖 对啊 那这时候木结构的结构体系 就会受到侵害 所以说会造成木结构的坍塌 然后当然了 由于底部的积水 会造成这个地基的下行 变形 有可能会引发结构的不稳定性 也会造成建筑的松毁 除此之外 在雨水和阳光等自然因素综合作用下 长城石窟等砖石结构的遗址和建筑 会产生一种能够腐蚀砖石的可溶性炎 造成砖石表面变得酥脆易碎 这种病害 就是有着建筑癌症之称的苏碱 长城 墨高窟等古遗址和古建筑 都遭受着严重的苏碱病害 要想根治 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用复杂的技术方法进行修复 因此防水成为古代工匠在修筑建筑时 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 工匠们在修筑长城时 会着重考虑城墙的排水系统 早期夯土城墙中 雨水会通过各层夯土之间的 芦苇结构排出 后期砖器城墙 会修建专门的倒水槽和排水沟 但是随着时间年久日深 新广五名长城的排水系统完全失效 城砖上存在着大量的裂缝 山阴地区夏季多雨 冬季多雪 雨雪会通过城砖裂缝 进入夯土墙内部 深水充实造成了内部夯土流失 久而久之 夯土结构会发生松动 甚至坍塌 雨水其实是会灌到这个地台里面的 有时候就是这个夯土会跟着这个雨水 就从那个缝隙里就出去了 可能夯土就没有之前 就是夯实的那种密实度了 它有可能外面看起来还好好的 但是里面其实已经有很多孔洞 是位置它上面地台的一个稳定性的 现在长城上大的空洞和如此多的裂缝 让工程师们十分担心 长城内部的夯土结构 是否已经受到水的严重侵蚀 如果夯土结构因为水的侵蚀发生破坏 极有可能再次发生 土质脱落 甚至垮塌 但是 新广五名长城 城墙底宽五米顶宽三米 建筑安全鉴定工程师 怎样才能查清楚宽达数米的长城内部 是否发生损坏呢 检查建筑内部结构 工程师们通常会使用一种带钻探功能的仪器 钻进墙体 取出一节墙体样本 这种样本能够直观地展现出墙体洁面 是否存在病害 但是这种方法却无法在文物古建筑上使用 历史文物建筑和日常生活中的建筑 有着巨大的区别 它们承载着历史 有着无可比拟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每一座历史文物建筑的价值 独一无二 不可复制 出于文物保护的原则 建筑安全鉴定工程师 对古建筑进行检测 不能破坏墙体 因此必须采用一种无损的方式进行 它这个古建筑不是说随意在它的本体上 可以采取一些检测的手段 你像现代建筑我可以 古林土我可以取芯 钢筋我可以把它剃凿出来 拿到实验室去做实验 但是古建呢 我不能破坏它的本体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要求你是要做这个无损的检测 这种仪器叫做地质雷达 启动之后 只要将地质雷达贴在建筑物表面 它会朝着建筑内部发射电磁波 电磁波能够在不损害建筑的情况下 穿透建筑物体 根据土层 岩石 空洞等 不同的传播介质 反射信号 不同的介质 它的回波的这种信号 它的电磁波的特性是不一样的 地质雷达接收到这种回波信号以后 通过主机进行处理 处理完了以后 就以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回波图像 这样的一个形式呈现给我们 建筑安全鉴定工程师 使用地质雷达 对长城进行了详细的扫描 再通过数字化系统进行解析 发现新广五名长城内部的结构基本良好 后期进行保护和修复 只需要对局部进行加固 但是工程师们依然很担心 在城墙上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许多裂缝会发生在砖墙的内部 但是从外面看起来完好无损 如果受到雨水侵袭 砖墙也会慢慢发生更严重的病害 甚至成为碎线 建筑安全鉴定工程师 该如何检测出这些在砖体内部的病害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如果砖墙内部发生病害 是否也可以用地质雷达来进行检测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雷达电磁波波长的原因 无法探测接近建筑表面的病害 那么是否有其他的创新方法和装备 能够帮助建筑安全鉴定工程师 检测出城墙内部的病害呢 创新进行时 古长城上的科技卫视下集继续讲述